从首相几点可以看到你的选择 第一 如果首相是穿刺掌的 男左女右相对外地发展机会不大 第二 看事业线 事业线比较长 从手掌根部往往上升的 这个人能力比较好 早年容易奔波 相对去外地比较好 第三 打拇指比较长到食指第一线一半 适合外地比较好 第四 智慧线和生命线并龙比较多好 适合当地好点首相 大致有这点情况可以 看到你去外地好点还是当地好点 这里解释一下外地含义 外地相对你出生地来说就你外地 例如你是小时候是广州出生的 但是后面随父母到深圳居住 那你其实已经算外地人选择外地和当地好多 命理上海得过一个人选择外地 运气比较三 相对外地的机会更加弄 运气命格发展都会更加好 这个地方选择有利运气上 随即必须 不是说你命格要去外地 你在当地就一定会有发展 不能这样去想命理上海 例如人生是一百分百分 你去外地发展可以有产 你在当地发展可能去花生 现在年轻人如果有机会 其实也是更加适合去外地看 例如读大学考虑去外地这样对自己建设 机遇都会有提高